CIPA 實施20週年 在服務貿易方面取得不少成效 經濟及科技發展局至今 共發出了876張澳門服務提供者證明書 協助澳門企業到內地開展相記 通過CIPA 的開放政策 尤其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 先行先試的優惠措施 多個澳門專業服務如金融、醫療、法律、稅收、建築工程 旅遊及社會服務等多個領域的企業 以及專業人士把握內地進一步 對澳門服務業開放的契機 成功到內地拓展業務 現時澳門正在推動 一家四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 CIPA 優惠措施為高新技術產業 大健康產業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 印尼基集團在2021年 領取澳門服務提供者證明書 並在2022年 在橫琴越奧深度合作區 開設仇家澳資醫療機構 津林中合門診部 在合作區仇家通過 CIPA 澳門服務提供者證明書 進駐橫琴的醫療機構 推動琴澳醫療融合發展 為琴澳江文提供更多元的醫療服務選擇 根據條例澳門企業不可以直接 在內地申請成立醫療機構 我們就成功申請了澳門服務提供者證書 在橫琴就可以成功申請了醫療機構 整個過程分為兩部份 首先我們要在澳門申請 拿到服務提供者證書 這個就需要符合一些相關的規定 在澳門這邊的申請過程是非常變節的 將所需要的資料準備好 提交給經濟局 那個過程也是很快的 我記得當時應該都是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證書就出來了 第二部份就是拿到這個證書之後 就要去內地相關的 要申請醫療機構的地點 就去再提交申請 澳門和內地始終很多政策上 習慣上都有不一樣的地方 在未來靈活性可能會有改善 駁維資訊系統有限公司 重步撤於澳門 並已經落戶橫琴 該公司在2020年申請了 澳門服務提供者證書 通過SIPA成功開拓內地市場 經過了這十多年的發展 其實我們現在借助著 橫琴身份區的政策 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 現在亦在廣州、橫琴、香港 都分別有我們不同的分公司和子公司 其實SIPA這個 這個牌照和框架這個制度 對於我們最大的好處就是 我們過往有很多業務的範圍 或者一些行業的領域 對於港澳的企業是比較難去進入的 又或者甚至乎是在負面清單裏面 令到我們甚至連投資都沒有這個門檻 讓我們進入的 而有了SIPA這個牌照之後 其實有一定的一個數量的清單 可以准許我們准進入這個市場上 特別是我們做科技行業 很多時候會涉及到一些 譬如數據處理 又或者是一些電訊相關的業務等等 沒有這個制度 以前其實我們是完全不准接觸的 現在基本上我們可以有限度地 可能以合資形式 又或者是我們自己可以有限度地 去提供一定的服務給我們的客戶 未來希望可以有更多 特別是科技領域方面的一些 准進的一些業務範圍 可以讓我們參與得更深 因為過往其實都有一些例子 是以合資的形式 或者是與內地的一些企業 或者是事業單位 或者是合作形式的一種 開始業務的方式 其實未來我們亦都期望 在SIPA的一個制度下 可以更加多的一些 不同的科技行業的領域 可以開放給我們這些 專業服務的企業 更加多去推廣給一些 我們澳門的本地的一些企業 特別是我們現在澳門政府 亦都打造這個 1加4的一個經濟息度多元的一個策略 而四大新的產業 其實亦都很需要透過這個框架 去在內地的市場 去開展他們的業務 一齣採註 炭頭 一齣採註